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17号 再次返回俄国 结果才刚下机就被警方拘捕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跟妻子吻别 随后跟着俄国警察离开 纳瓦尼17号才刚从德国柏林 飞回莫斯科 就在周末葵葵下遭拘捕 时间回到数小时前 纳瓦尼登机时信心漫漫 不怕遭逮捕 而班机原本要在莫斯科 沃努科夫机场降落 后来改将在莫斯科 系列美捷沃国际机场 没想到反抵国们没多久 纳瓦尼就遭警方拘捕 44岁的纳瓦尼是普提的眼中钉 去年8月纳瓦尼遭毒害 被送到德国治疗 纳瓦尼13号宣布几乎恢复健康 并要返回俄国休养 俄国警方也在隔天警告纳瓦尼 一回国就会立刻拘捕他 俄罗斯联邦监狱管理局 也发声明表示 纳瓦尼应多次违反 2014年挪用公款案件的 缓刑规定遭拘捕 他会被拘留到法院做出裁决 警方也在沃努科夫机场 逮捕四名纳瓦尼的盟友 跟多名纳瓦尼的支持者 至少37人遭捕 纳瓦尼遭捕震惊全球 拜登团队的准国安顾问 苏利文在推特上 痛批俄国政府侵犯人权 呼吁立即释放纳瓦尼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也呼吁释放纳瓦尼 纳瓦尼的安危 持续引发高度关注 离一级编译